上期给大家介绍了船上周末家餐 那上个周末呢我们吃的是牛排 大家看了之后就纷纷表示很饿 也有很多朋友愿意看到我们平时的三餐 就是平时吃什么 于是乎我今天就起了个大早 五点多我就起了 洗澡喝茶 然后就想跑到厨房呢去拍一拍大厨做早餐 我自以为起的挺早的 结果到了厨房一看啊 人家阿正正在那煎馅饼了 手工的 一早十几分钟前 已经正在煎了耶 这个是什么馅的呢 韭菜馅的 韭菜盒子对吧 今天的早饭是韭菜盒子 你看看韭菜鸡蛋馅的 我喜欢吃素馅饼 不喜欢吃肉 嗯 好吃 那你煎多少个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那哪里够啊 我不够啊 还有一个炒 一个炒乌饼 哦 炒这个乌饼面 那我不够 是我的啊 那哪里够 嗯 吃啊 通过这几期节目的播放呢 大家也看出来了 我们的大厨阿正 不善言辞 忠厚老实 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火热的 为人非常好 手艺也是相当的棒 这边 乌饼面 等一下就要炒乌饼面 蛋黄汤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饭 那我就再来CG找一天 看看这一天的晚餐 吃什么 到了餐厅 看一看 我一看桌子上摆的这些 我就知道 今天晚上一定是吃水饺 有拌的凉菜 这边这个是拌黄瓜 这个是拌四季豆 这边还有猪耳朵 猪头皮 这边是蘸饺子吃的调料 那就来到厨房 看一看阿正在干什么 好像他在煮水饺 就煮的这么少 估计是谁先来给谁先煮吧 他可能看到我来了 这是给我煮的 可能是 好 我们再去看一看 今天晚上的汤是什么 醋椒汤 今天晚上喝醋椒汤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的一餐 今天正好赶上吃水饺 如果是炒菜的话 一般晚餐是四菜一汤 午餐呢是三菜一汤 这也就是我们平时的一顿饭 这个醋椒汤 二十个水饺 这个是什么 刚才那个凉菜 这边还有调料 水果我没拿 我拿的是冰激凌 大家看这个冰激凌了 这个好 哈利波特 不是哈利波特 哈根达斯 我记得有个哈字吗 反正就是这个 冰激凌 会不会很甜呢 上次给大家提到过的著名的长荣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场来看一看 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每周日的早餐 有它固定的模式 它初始建立的本意呢 就是一顿减餐 放一点吐司 切点火腿 放点牛奶就可以了 让大厨呢 周日早上 可以晚起一会儿 睡个懒觉 它是这个意思 可是发展到现在呢 越整 这个东西就越多了 看这个面包 火腿 香肠 煎蛋 培根 还有切好的蔬菜 还有这个起司 喝牛奶 果汁什么的 那现在长荣船队 每条船都是如此 一到周日的早上 大家吃的都一样 所以呢 这个就被称为长荣餐了 来长荣工作的船员 没有一个没吃过 所以非常的有名 我船目前的航线 跑一圈 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一共呢 能上五次火食 厦门 高雄 纽约 巴拿马有两次 那一共是五次 所以呢 这个菜品还是很丰富 很新鲜的 火食还算是不错的 那好吧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了 下期呢 咱们聊一聊 有关水手的那些事 那就下期见咯